接下来我们要上的是声音 声波 我们所谓的我听到声音就是有声波进到我的耳朵 然后让我当晚会讲一些震动什么什么之类有听到的声音 而这个件事情的产生是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是需要有物体震动 书上有的血要急速的震动 原因是因为如果你不够快你听不见这也是后面会讲到的 第二个就是要有个戒指把这个震动传过来 所以产生声音的条件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要有东西震动 第二个是要有戒指传播 所以呢声波是需要戒指的 所以声波是一种力学波 所以要有两个条件要有东西震动 要有戒指传播 他才会有听到声音 东西震动 东西要震动 同时呢 同时呢 要有戒指传播 这样子你才会听得见所谓的声音 声音就是声波进到你的耳朵 产生一些作用 你的大脑说你听见 听见就是所谓的 声波 第一个要有东西震动 这是以前课本举的一个例子 课本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这是一个音叉掐完之后 换个通草球 问你们现在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通草球 讲成保育龙球就好了 话就会当当当当的弹 因为那个音叉再次都推他 所以当当当的弹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话 你现在在讲话 你要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喉咙这边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在怎样 震动 感觉他的震动 可是如果 你只有嘴巴动 没有震动的话 如果你有嘴巴都没有震动 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其实是没有 感觉其实是没有声音的 因为他没有震动 我嘴型在动而已 所以呢要有声带的震动 所以要有东西的震动才会有声音 类似的例子很多 课本上只能一举过 比如说 在鼓上面撒一些米 或者是那个小纸袋 打鼓的时候 那米会掉来掉去 有没有关系 或者是你们要做了实验 把音叉掐完之后 放到水里面的水会溅起来 水花 啊 水花 这都是在 告诉你说 要有东西震动 要有东西震动 才会有所谓的声音 同时要有介持传播 就是以前特别人家做过的实验 在那个玻璃中罩面放个电铃 在响 然后开始把空气抽走 随着空气的被抽走 声音就越来越响 等到你抽成真空之后就 没声音了 就听不见声音了 所以 告诉我说 你要听见声音要有介持把这个声音传过来 对不对 所以必须要有介持传播 要介持传播 所以 产生声音的条件有 2 1 要有东西震动 2 要有介持传播 好 那我们 我们教的传播的介持空气 我们在佛中将你的 就是所谓的空气传声音 但是不是只有空气传声音 液态度态都可以传声音 水也可以传声音 度也可以传声音 水上芭蕾的舞者 在水里面 然后在跳舞 他听了些音乐 因为水可以传声音 你把你的耳朵贴在地上 会听到远处的一些马骑声 脚步声 就表示部体可以传声音 但这个我们国中都不讨论 我们国中教你的 都是空气在传声音 空气传声 那么空气传声 然后 你问一个问题 月球没有空气 没有空气 那太空人是怎么交谈 那个 有一个错误的 有一些以前的那个科幻电影可能会演错 就是在太空中 沙来沙去打来的 碰碰碰碰 还有爆炸声音 在太空中就不会听到 爆炸的声音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空气传声 好来 停车站接问 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空气 那越太空人 怎么样弄声 怎么样讲话 二一 今天这个要有讲话 无线电 请坐 对着什么的麦克风讲话 麦克风震动完之后 把他的讯号转变成无线电波 或者是什么 电磁波 电磁波的传递不需要靠戒指的传递给另外一个特伦说的转回来 电磁波的声音 所以他是靠着转换 转换转换成不需要戒指的电磁波 好让你听见 那我们要 跟你讲说不要 你就写个电磁波就好了啦 转回转成电磁波就可以了 转成电磁波就可以了 讲过了这上面的字不用一个字不漏的照抄啊 懂意思写的对 回家看得懂就OK了 你就OK了 好 好这就是为什么太空人 可以彼此沟通的原因 因为他把我的声音 转换成电磁波 电磁波的传递是不需要靠戒指 收到这再转成声音 跟你听那个收音器的意思一样 就是电台把声音转电磁波传过来 你收听那个叫你听那个声音 其实意思是一样 是一样 OK 那我们要讲说空气怎么传声音的呢 他传声音的方式是像这样 音叉那会震动 让他向外压的时候 就会使他形成所谓的密布 但拉回来的时候 他就会形成所谓的疏布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震动 不断的震动 就产生一疏一蜜的状况 一疏一蜜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原来 他出现的就是一个 疏密波 疏密波 就像我现在 要 打印差 拉 瞧 振動 往外壓 就一個密布 往回拉 就一個舒服 往外壓 就一個密布 往回拉 就一個舒服 所以振動振動振動 就一疏一密 一疏一密的攻擊就出去了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好 像這樣 振動振動振動 它就一疏一密 一疏一密的這樣情況出現 所以重點就是告訴你 原來 空氣傳聲什麼波 重波 疏密波 空氣傳聲音是一個疏密 疏密波是一個重波 我們國中有名是你 重波也只有這個 我們國中有名是你 是屬於重波的也只有這個 除了彈簧以外 彈簧生阿斗跟秋斗不一樣 除了彈簧以外 唯一有名是就是它 聲音 反映算是個重波 這個是所謂的空氣傳聲音 空氣傳聲音 而且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的東西振動的頻率 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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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壓縮 然後一疏一密 疏一密 它這個頻率是一樣的 就是說 東西振動的頻率 跟聲波的頻率怎麼樣 一樣 那頻率是一樣的 我這裡振動體是有幾個 它有幾個疏密 那這個叫做所謂的空氣傳聲音 那麼 固體跟意體怎麼傳的 什麼樣的東西我們就不討論 我們講過 我國中基本上就只教什麼傳聲音 空氣傳聲音 所以其他的我們就 不理它 OK 就算了 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